居大車業的小蔡 嘿 大家好 我是居大車業的小蔡 那越來越多進口車呢 它在做避震器選擇上面 更換的時候呢 它會選擇使用像日本的Tim 來去做一個更換 那F20呢 它就是選用這個Tim的ENT Plus 前面的狀況是 在某次保養的時候 發現這個避震器乘坐起來有點硬 那車主也發現這個問題 討論了一下 他說這一段時間 大概有半年的時間 這車開起來 經過一些不平的路面坑洞也好 總覺得路面的回饋感非常的直接 像沒有避震器緩衝一樣 那之前呢 在更早之前 我們換過了後懸吊系統 避震器的防塵套跟滿頭 那確實它是壓壞掉了 所以減震力很差 但是換完之後好了一陣子 那也沒有漏油的一個現象 所以可以判斷是喔 這台車大概開了八年 所以應該是BN7主移衰退 衰退了 那我就給它一點建議說 如果真的受不了這樣的一個乘坐 感覺沒有那麼舒適的話 那我們就把BN7的桶清換掉 其他的部分我們就沿用 那這樣的話可以換取比較好的一個乘坐感 操控穩定性 大概是這樣子 那推薦它使用這個Tim的EMD Plus 主要是多了主力調整的功能 因為這台車是車主的太太在用的 那每天都是短距離行駛 一般都是市區 希望能回到原本的一個舒適度 就是新車的一個舒適感覺 倒沒有特別要強調操控感 那Tim的EMD Plus 因為有16段的軟硬調整 所以它可以調在比較貼近原廠的一個乘坐感受 甚至像現在我們是調整在大概是第二第三段 那前後大概兩到三段 乘坐感呢 說實在話 比原廠還舒服 但是在抑制左右搖擺 或者側傾的這個擺斧上面 又很貼近原廠新車的一個感覺 所以就是獲取更好的乘坐舒適度 但是過彎側傾啊 運動性能啊 左右百幅又跟原廠行車差不多 那而且現在它的主力調整才到二到三段左右 所以它其實還有很多的調整框件 我都會跟車友分享 如果說以每年調整兩到三格 兩到三格的調整段數 大概可以讓它維持在兩年到四年的時間 是比較貼近原廠行車的一個感受 當然這個不一定準 因為每個人對於它的使用需求不同 有的可能一開始就調到十四十五段數 就是他需要 他覺得這樣才夠他用 那當然後續再調整的空間就不大 這邊簡單跟各位說明推薦 那進口車現在用TINE2D Plus 這種原廠交換型的同型的車友是越來越多了 因為價錢我之前有分享過價錢也是一個因素 耐用度跟保固的時間都是一個因素 不論你是哪種車都歡迎你 線上來電給我們洽詢 TINE2D Plus應該可以滿足大部分車主的使用需求 而且還能省下不少荷包 推薦給各位 巨大車我們下次見喔 掰掰